這個 即是中西製作講座 原本是第四講的 但是我們的時間都用了 變成了整個是最後一次 這次是由關瑞志博士 是科技大學人民學部博士 和公開大學人民學院堅任導師 是我們主講的 講題就是加達馬的前建 與勇武斯基的普遍與法 正式講之前講幾件事 首先第一樣就是 如果有哪些朋友想拿一些PAC 方便寫東西 或者可以舉手 或者我們找關瑞志 可以給大家 有哪些需要的PAC 另外一會講的時候 我們還有兩個東西會傳一傳 第一就是一個通訊紀錄 通訊紀錄就方便大家 即是以後收到我們會的消息 我們用email 或者其他方式去通知大家 這是第一 另外我們 即是一個比較小眾的 這些哲學團體 那些財力 文力很有限 所以就很希望大家可以 捐助一下 所以通常都會做一個捐款箱 不過這個是隨便樂作的 大家可以盡量一下 好了 或者我將時間正式交給關博士 好 多謝大家掌聲 好 多謝大家掌聲 原本是九月中的進行 但由於當時患了疑似豬流感 第一 自己身體非常之差 然後第二就是不想傳染給其他人 所以就要求劉博士幫我改一改 整段時間裏面 其實就反反复复的病 反复复的病 於是乎 所做的這份 handout 大家看一看 會發現葉素夠多 量夠多 不過質上 可能你會看一看之後 發現似乎有很多問題 為甚麼那麼多問題 除了反复病之外 亦都是因為時間那麼忙 我入休的時候 其實是教中學 我是教英文科的 大家都知道 教書其實是非常非常忙 因此就剩下時間 去做這份 handout的時間不多 在這個情況下 自己的精神狀態不好 於是就亂 好啦 各位讀書 我講了一分鐘 各位朋友 我講了一分鐘 但是這分鐘裏面 為甚麼不會講這些話呢 你可能一下子會想 我是不是一個簡單的開場白呢 或者說 我的開場白的內容 似乎是說自己的 handout 是多亂 多亂 多亂 是否因為我 我明知自己這份東西不通 或者自己根本未想得通 於是先刪定後門呢 在座各位 多數都不認識我 你突然看到的人 站在這裏 任何一個人 站在這些講壇的位置 自然 大家會根據自己 過往對於講壇上 所講壇的人 所講壇的人 的地位 賦予一個 加添極價值的順 或者以私識說話 總是覺得 講壇的人 應該是比坐下聽的人 高級少少 知識水平高少少 但是一個這樣的人 一上場就告訴你 他不是聽到不行 那你會不會想 他在這裏 刪定後門呢 刪定後門 等待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於是這個人就說 我都說了 我的東西不通 所以你們問我問題 我答不到你 應該自然是正常的 坐在這裏的 多數不認識我 不過坐在這裏 這個朋友劉桂彪博士 他認識我 認識了很多年 二十幾三十年 他認識我 所以 他對我 剛才那一番 的開場白的理解 和大家可能不同 當中 可能有人想著我 可能生後門 但是劉桂彪 他對我有認識 他覺得 這個人 應該不是生後門的 可能說真話 不過 這番開場白 好像和內容 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不是的 當我剛才說 一分鐘開場白 而你坐在這裏 聽我說 一分鐘開場白的時候 你是不斷地 嘗試理解我的話 並且嘗試理解我 這番說話 背後究竟有什麼動機 是吧 大家由開始坐在這裏 到現在 一直在想這些問題 其實 這裏首先顯示了一點 我們和任何一個他者 接觸的時候 哲學家告訴我們 我們 一定是即時在做一些 理解的問題 這個他者 可能是一個人 這個人 可能你認識 這個人 可能你不認識 或者這個他者 根本上就不是一個人 可能他自己一本書 或者一套電影 一首歌 或者甚至無一塊石頭 都是一個他者 但當你接觸他者的時候 任何一個人 任何時刻 其實他立刻在做一些理解的問題 就算剛才我講的一個石頭 一個例子 在你面前有一塊石頭 如果你覺得它奇形怪狀的話 你立刻會去想一想 這塊石頭是什麼石頭 什麼質地 為什麼擺在這裏 是不是 第二點 除了是會即時去做理解的活動之外 不同的人坐在這裏 對各樣相同的東西 的理解方式 理解內容 理解效果 都有分別的 劉桂飄博士 對我剛才的開場白的理解 和大家 不認識我的朋友 對我開場白的理解 有分別 好了 我將你們不認識我的人 放在一組 但實際上 在同一組的人 你們對我剛才所說的反應 都有不同 我在這個位置看得很清楚 有些朋友 會有笑容 有些朋友 是多一點笑容 有些朋友是沒有笑容 笑容的多寡 眼實的凌厲與否 其實都告訴我 你理解我剛才的開場白的內容 是有分別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分別呢 第一點 其實不難理解 大家背景不同 劉桂飄博士 對我認識的背景 和大家對我不認識的背景 就已經很清楚地 將大家對我剛才開場白的內容 作出了區分 即使是大家坐在不認識我的人當中 亦都因為大家的學識水平不同 大家的知識背景不同 大家的情緒反應不同 大家的心理結構不同 大家的人生經驗不同 以至到你會對我剛才那一番的 似乎是山定後門的開場白 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 其實就是理解 understanding 或者interpretation 有學者會把這兩個concept 區分開 在我這份內 大致上我沒有什麼區分開 所謂understanding好 所謂interpretation好 有時候中文你會發現我會做理解 有時候會做解釋 有時候會做詮釋 其實都是指一件事 就是當任何一個人 面對一個他者的時候 他會作出一連串的 嘗試去理解的活動 的努力 嘗試去看看這件事是什麼來的 嘗試看看這件事對自己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這兩個問題是不同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再重複 就是看看那件是什麼來的 是what 第二個問題就是 和我什麼關係 就不是what很簡單 而是what for 的問題 我可以得到什麼 是嗎 一個在逛街裡面 你遇到一個陌生人 如果你是一個從事 非銷售行業的人 你遇到一個陌生人 你可能就這樣當是陌生人 就這樣當是 但是一個推銷員 看到一個陌生人 他不將他當作陌生人 他當作可以被推銷 從而在他身上獲取金錢利潤的對象 是嗎 這些種種的日常生活的例子 其實都告訴我們 當我們遇到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問 什麼來的 對我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益處 或者有什麼害處 我們今天說 理解這個題目 其實是一個很深的題目 但是也可以用淺白的語言來講 我整個一段時間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嘗試去用學者的新語言 和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的淺欠例子 盡量把它交代出來 這個嘗試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任何的道理 你只需要 是一段時間 我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封面 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封面 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封面 就像之後 我先聽到你 會不會做一個很大的封面